当女星不容易 当个星妈更不容易 何杰大半面发微博 一正词严的趁自己没有婚内出轨 从夫妻闹矛盾到正式分居 再到打离婚官司 这一期间何杰一直买孩子 陪孩子 为了孩子不想多思 谁想 一再的沉默 被当做出鬼默认 一个母亲做出如此牺牲 何其感人 曾几何时 热炒豪妈为人设 是女星消除负面人气 维护形象的杀手锏 谁都是父母残心如苦养大 谁将来都会成为坚强的妈妈 即使一个女人做错在多事 我们也不敢轻易否定一个母亲的真心与爱心 不过热炒豪妈人设 不一定全部奏效 也要因人而异 更不能施以道德绑架护哀居母亲二字的含义 炒好妈妈人设应该是外间给张伯之设定的 实际上 他与谢霆锋离婚之后 自己一直带着两个儿子生活 既要赚钱养家 还要筹控陪伴孩子学习 甚至还一度退出娱乐圈 作为一位妈妈 张伯之是称职的 就连情敌王妃也称她很优秀 夸其是个好妈妈 网民对张伯之好妈妈的认可 也来自谢家仁的赞同 谈及前妻 谢霆锋当众说张伯之单纯 善良 是个好妈妈 公公谢贤曾公开遗嘱 要把财产全部给儿媳博之 就个人品质而言 自不哑照之后 张伯之很少传出绯闻 谐身自好 有时候为了孩子 能有个完整的家 他还在等待前夫回心转意 还有一个女人 尽管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却不被网民认可 在马荣登个人账号 无论小号还是官宣 除了指责王宝强的种种不适 就是晒孩子生活着 之中有陪孩子学习 也有为孩子做美食 还有带孩子出去滑雪 对孩子阴满是关爱与陪伴 只不过 如此大卖好妈人设 却毫无效果 马荣标榜自己是一个年轻 但不妄为的母亲 与王宝强十年婚姻 生儿与女 付出所有 问心无愧 但这无非是以此博取大家同情 让网友们痛骂王宝强 有网民反问 你跟宋哲出轨 怎么不反思一下 贬低别人 抬高自己 这样做似乎有点不合情敌 八月八日凌晨 和杰微博发文 隶属前夫赫子明最壮 趁沉默不代表默认 更否认自己混类出轨 他在文中多次提到 因为我生完孩子 不想伺候他疯狂的欲望 工作完了回家只有孩子 半夜起床 男孩子的还是我 到处一个母亲的无尽心酸 和杰是个干脆利落的人 坐使不拖泥带水 他承认分居期间 自己与刁磊的恋情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 如果婚内双方分居好久了 只不过出于某种原因 一纸婚约还没有作废 那么接受一段新恋情 算出轨吗 如果算的话 那么其好妈人设能否失效 官司开打后 为了孩子身心健康 和杰没有狂思 内保好妈人设 如今在这个结果眼上